游賣地晚上分別有人懷疑因為拍照和發生爭執被圍偶 最少三個人受傷 晚上近9點旺角尼敦道瓦家路街郊界附近 一個男人用手機拍照 多人走近 越來越多人包圍他 有人拿了他的手機看 三除相 那個男人想拿回電話的陣被推撞 有人用啫勾打他 那個男人上來開鼻躁 之後多人拳打他 旁邊的人不停追打 又開啫啫擋 又用腳踢 那個男人臉部有血 衣服被扯爛 這樣我幫你身分拿回電話 你幫我擲一擲 這個怎麼開會的 你幫我擲一擲 普通話就不要留在這裡 總之在這裡這麼危險 拍照拍照 留在家裡 阿松 走呀…走呀… 之後有水炮車在大街經過 現場的人四散 深夜在朗豪方對開也有爭執 一個穿紅色衣服的男人 被子拍照要求他刪除 走出來 快點 快點快點 不要打開手機 不要打開 不要打開不久 這麼多人扭打他 又將他壓在地上 走出來 男人的臉部流血 事後自行離開 夜晚七點多 梨敦道窩打路道十似路口 一個男人受傷倒地 现场消息说男人在现场拍照被怀疑是警察 只有和人争执被袭击 他面部有血救护员到场为他治理 但他拒绝送丸自行离开 无声电视记者赵嘉宏报道